大家好,我是舞秋風 嗯...大家覺得在minecraft裡面最常看到的方塊是什麼呢? 是石頭?還是泥土? 那個...今天秋風就來告訴大家 在主世界你最常見到的方塊是什麼? 那個...版本 因為這個資料有點比較舊了啦 所以是在高度更新之前的那個前五名啦 高度更新之後 呃...歡迎大家再提供資料 我再拍一支影片 好了廢話不多說 開始了 首先我們的第五名 是我們的安三岩喔 常見高度是在13格到47格 這個都是高度更新之前的版本啊 我這邊已經再強...再次強調 是高度更新之前 不是用現在最新版本的1.18喔 安三岩打敗閃長岩 打敗花岡岩 龍燈第五名啊各位 不過這三種石頭 確實沒有差很多啦 出現的數量都差不多 那個安三岩就是比散長岩多這麼一點點 又比花岡岩又多這麼一點點喔 接下來的第四名 是我們的基岩喔 基岩分佈高度通常是在0到3層 因為我們的基岩密集的出現在這個底部0到3層的地方喔 所以數量就比安三岩又多了這麼一咪咪喔 大概出現四個安三岩 會看到五個基岩啦 大概是這個數量 接下來的第三名是我們的水 出現高度最常見的是41層到60層之間啦 你想想看Minecraft有多大片的海 多少河 就知道水有多少了齁 龍燈第三名啊 來到我們的第二名了 石頭居然是我們的第二名 常出現的高度是12到49層附近喔 居然才第二名欸 哇嗚 那第一名是蝦咪 第一名的方塊 就在你的周圍 可是你看不見 就是我們的空氣方塊了啦 它是石頭的將近五倍量啊 你發現一個石頭你就會看到大概五個空氣 可是大家常常忽略它的存在齁 最常出現的高度是106格以上 對就是反正往上看都是空氣啊 講到這邊很多人會說 啊泥土泥土怎麼沒有上榜 那個泥土出現的機率 比花岡岩還低啊 畢竟泥土就是出現在表面這一層 而且表面第一層還是長草 下面開始才是泥土 就短短的那幾層 啊就沒了 底下的都是石頭了嘛 所以泥土沒有大家想像的這麼多喔 而且很多地方還分配給了石頭啊 那個水啊或是沙子 礫石之類的東西齁 所以又消減了泥土出現的數量啊 以上就是minecraft常見方塊前五名 那個如果到了1點18 我覺得森板岩很有機會打敗安山岩 甚至是姬岩 可能可以到第四名喔 我覺得啦 不過相關資料目前秋風還沒有查到 歡迎大家提供給我 那我可以再為大家拍一次影片 如果把地獄也算進來的話 其實地獄石數量超級多耶 不過在地獄那個跑的距離 跟在主世界跑的距離 不可以 我覺得沒有辦法拿來一起對比喔 所以就不一起講了 那有機會在特別拍一支影片告訴大家好了 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會 掰掰 還有幫助 PASA PASA PASA